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去年 2015 年的 4 月份 我上傳了一支 YouTube 影片 這支影片主要在講 Light at 生活圈的行銷方式 還有 Light at 生活圈的一些應用方法 這是一個 Light at 官方提供的 Powerpoint 的簡報 然後我針對裡面的很多 Light at 會用到的一些功能 比較詳細去做了一個說明 去年的影片我錄製了大概有 66 分鐘 將近 67 分鐘 然後到目前為止 今天是 2016 年的 7 月 18 號 到目前為止有 37 千多個點擊率 所以 代表台灣有很多人對 Light at 的行銷 非常非常有感興趣 我從去年到現在今年 我發現 Light 它一直在更改 它的一些功能一直在更新 然後它的費率在今年 2016 年的 7 月 1 號開始 有比較大的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又重錄了一支 重錄了一次這支影片 希望讓大家能瞭解 你要看到最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 Light at 目前 的一些變化 還有它為什麼要更改這樣的費率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支影片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年的 Light at 跟去年有什麼不一樣 目前看到這個 YouTube 的影片 是我去年在 2015 年的時候 4月 13 號發布的這支 Light at 的長達 1小時 6 分鐘 43 秒 等於將近有 67 分鐘的影片 在說明這個 Light at 的一些重點功能 那有三萬 截至今天為止 今天是 2016 年的 7 月 18 號 截至今天為止 總共有 37,746 個點擊率 觀看次數 所以 這一個影片 蠻多人看的 這一年多來蠻多人看的 這顯示大家對 Light at 的 興趣與需求 其實是蠻高的 今年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呢 我用比較快速的時間 趕快把它看過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的簡報 總共有 53 頁 好如果你之前 還沒有看過之前舊的影片 沒關係 我們從這個影片開始看就可以了 在這個第1頁 Light at 的優勢 我們看一下 立即使用 Light at 下載跟建立帳號 它是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馬上 在這個手機裡面去搜尋 App 就是 L-I-N-E-A-T 你不要打這個 at 符號 你要打 L-I-N-E-A-T 6 個英文字母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想要數符號的這個 Light at 然後這個 App 就可以去下載 然後安裝 馬上建立起來這個帳號 Light at 的帳號介紹呢 它分為認證帳號 還有分為一般帳號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到 什麼叫認證帳號 什麼叫一般帳號 然後 Light at 的 ID 的介紹 還有方案的介紹 等一下我們都會講到 然後怎麼去管理這個 Light at 呢 它有一個操作介面 它有分為帳號管理者 還有操作人員 然後第五個 經營帳號三部曲 新法大公開 好友加入之前 你要吸引他的目光 譬如說你可以用行動官網 可以用動態消息 去吸引好友來加入 然後呢 加入之後要讓他留下好印象 你要有歡迎訊息 他一旦加入 你要馬上歡迎一個歡迎訊息給他 譬如說送他一個贈品 鼓勵他加入 你就馬上 利用歡迎訊息把贈品送給對方 還有回應模式 也可以一對一聊天的方式跟對方聊天 或者呢 你可以用關鍵字自動回應的方式 還有 這兩個 然後 好友加入之後 你要怎麼樣 用心經營呢 你可以全發訊息的方式 像我的 牛奶爸網絡行銷八點檔 就固定晚上八點的時候會發出這個群發訊息 或者是呢 你偶爾做一次優惠券 或者是呢 偶爾做一次抽獎 或者呢 你用宣傳頁面呢 讓他 布達更多的訊息 或者是影片給對方 還有呢 圖文訊息 就是說 有時候你會看到 怎麼 你的LINE會收到大大的一張滿版的圖片 那個就是用圖文訊息的功能去發送 一般的LINE是做不到的 這個是LINE Add到後台的功能 才能夠做到 當然他是付費的 還有 調查功能 這是免費的 本身就有 然後LINE的集點卡 他的集點卡功能 數據資料庫 可以去分析 多少人看了 你的訊息 然後新法大公開 成功案例分享 還有常見問題 OK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 這一頁的內容 這麼多 總共53頁 好來 一口氣傳給所有的人 這是一般LINE他做不到的 只有在LINE Add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呢 你會想說 我的LINE Add裡面沒有好友怎麼辦 可不可以把我的LINE的好友全部都移過去呢 這個是沒有辦法強制性的移過去 但是呢你可以用吸引他的方式 讓他主動去訂閱加入你的LINE Add的好友 這是讓你的LINE的朋友 主動去訂閱 你沒有辦法強迫把他們拉過去 這是不行的 另外一個特色 免費 他是免費的App 你可以隨時去下載 然後呢你可以舉辦活動好方便 OK 你可以看到他的畫面 群發訊息之後 然後呢 如果你有給他這個優惠券 會長這個樣子 或者是 抽獎券 會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頁 快速增加銷售的管道 預約定位很容易 服務顧客方便又輕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宣傳頁面 他就可以像這個兩個大大的按鈕 讓他去點擊 或者是呢 你可以放很多張照片 在同一個 群發訊息的頁面 或者是在動態消息的頁面裡面 都可以讓 訪客 好友看到這些內容 然後呢 你可以跟他一對一的聊天 一對一的聊天 你看 一對一的聊天 這是OK的 然後 立即使用LINE 你去 搜尋 我剛剛講 這邊 L-I-N-E-A-T 去那個手機 搜尋這個App L-I-N-E-A-T 然後呢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符號 那就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完就可以開啟啦 下載完之後呢 就會發現 這個LINE AT的符號長這樣 一般我們的LINE是長這樣 這個LINE AT是長這樣 像一個 小蝸牛的符號 下載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點開了 點開之後呢 就長這樣子 那你按 綠色的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可是 你要先記得 一定要安裝LINE 再去安裝這個LINE AT 如果你沒有這個LINE的話 一般人應該都有啦 如果你沒有這個LINE的話呢 你不要去安裝這個LINE AT 因為你這一步會過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LINE 然後呢 要設定LINE的E-mail LINE的E-mail要先綁定好之後 再去 再去 這個開啟這個LINE AT 然後呢 你就按第一個 開始使用LINE 開始使用LINE AT 下一頁 然後他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叫你按這個 勾勾綠色 勾勾綠色 要按喔 然後再按下一步 接著呢 就按這個同意的按鈕 然後呢 這邊要重點喔 LINE的帳號名稱 這個帳號名稱呢 就要輸入你的 關鍵字 商品的關鍵字 或者是公司的名字 如果你要去申請認證帳號的話 一定要輸入 公司名字 譬如說你是 公司叫做 假設我的公司叫升潔科技 我的外號叫流奶爸 我就要叫 流奶爸 升潔科技 或者是升潔科技流奶爸 網路行銷 反正如果你要申請認證帳號 你就一定要帶公司的名字進去 那如果你是 像我 申請流奶爸 沒有辦法認證 但是沒有辦法認證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用 但是呢 他就叫一般帳號 並不是認證帳號 那如果要認證帳號的話 就一定要帶公司的名字進去 好 那這個 帳號名稱不要亂取 你一定要取一個人家看了就 知道你在做什麼 的名稱 然後 照片 之後可以修改 所以你一定要先上傳一張照片 主要的頁種 次要的頁種 這個也一定要先選一下 如果你不選這三個地方 匡匡的三個地方你如果都不選 你沒有辦法去下一步建立帳號 所以一定要先選好 那這個頁種之後沒有辦法改 但是我覺得也無所謂啦 當然是盡量選靠近你的頁種 那這個照片之後可以改 帳號名稱如果你還沒有去認證的話也是可以修改的 認證完之後就不能改了 接下來呢 認證帳號跟一般帳號有什麼不一樣 他這邊會寫 承認 就是認證帳號 一般帳號 就是未認證的帳號 所以 你的LINE AT 在你的後台這邊會看到 這邊有寫個承認 或者是寫一般帳號 然後他這邊有告訴你 這是帳號的狀態 就是表示是否由LINE AT生活圈團隊審核並認證通過 功能基本上相同 也皆能夠升級推廣方案或申請專屬ID 推廣方案就是每個月要花多少錢去群發 譬如說最便宜的798塊 去群發 申請專屬的ID 專屬ID是一年798塊 第一年 第二年就是好像責辦 差別在於認證帳號可與官方帳號列表 LINE AT列表 LINE的好友列表被搜尋或擁有 製作海報的功能 如果是沒有去認證的帳號的話 你在官方帳號的列表上會看不到 LINE AT列表上看不到 LINE好友列表被搜尋也搜尋不到 這個是 一般帳號的缺點 建立帳號之後 如果獲得認證成為認證帳號 請參考教學文章 我大致告訴你 就是你要去提供你的 公司的盈利事業登記證明 然後公司的照片 然後公司的門牌 還有你自己個人申請人的這個 名片 要代表你這個申請人跟這家公司是有相關的 不然他幹嘛隨便讓你接受申請 對不對 就是這些你要去提供就對了 那詳細的步驟 我們在這邊就不多加說明 在我們進階課程都會講到 這邊我們就大概的讓你了解 徹底的了解 到底認證帳號跟一般帳號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這個是已經認證過的 那譬如說 微峰 你打一個微 你這邊就會看到很多認證帳號跑出來 只要有微的認證帳號都會跑出來 那如果你沒有去認證 那人家在LINE裡面去搜尋這個 你的關鍵字 找不到你的帳號 這個就是有認證跟沒有認證的主要差別 再來一般ID跟專屬ID有什麼差 一般ID就是 小小鼠後面會加 三位數 英文字母 四位數阿拉伯數字 加一位數的英文字母 例如吧啦啦啦啦有沒有 這是隨機給你的 隨機給予的 亂數隨機給你的 只要你申請完 之後這個 申請完LINE的帳號之後 他就隨機給你一個帳號 那他跟LINE的帳號不一樣的是 他多了一個小小鼠的符號在最前面 那看起來是亂數給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記 OK你可以付錢去買一個好記的 自己去取名字 像這個 自己去取名字 然後要付錢 付多少 798塊第一年 第二年我記得是 折半 400多的樣子 還是300多 差不多反正就折半 然後 LINE的帳號基本上是免費使用 但是也可以選擇加購方案來滿足你的需求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每個月付798塊的推廣方案的話 你就可以在 無限制的發送 如果你的好友是在2萬人以下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這個價格跟這個 條件有什麼 有什麼限制 加購 所以目前 要付費的部分有兩種 一個叫做加購推廣方 一個叫做加購專屬ID 這剛我們解釋過了 好 這邊 LINE的有個管理後台 一個管理後台叫手機版 另外一個在電腦版也有 電腦版是一個網頁的介面 手機版就是剛剛的那個小鼠符號的那個 App 這是一個後台管理 像手機他可以管理的 跟電腦他可以管理的 沒有打綠色點點就代表沒有辦法達到的 像這個 開啟關閉一對一聊天模式 這個在手機版可以做到開啟或關閉 在電腦版呢 沒有辦法去關閉 但是 應該是說電腦版 他也有提供一對一聊天的功能 只是說他沒有去提供這個開關 你必須在手機版去做開關 要不要讓他 要不要讓他可以開啟一對一聊天功能 是由手機版來做開關的 那你如果關閉一對一聊天的話 你就可以去設定自動回應 還有關鍵字自動回應 那關鍵字自動回應就是我們可以先在後台去設好關鍵字 然後對方呢 Cue這個關鍵字之後 你就可以 彈回去你自行指定 先前指定好的回答案 建立優惠券活動呢 還有優惠券抽選頁面 宣傳活動 調查功能等等 這個比較複雜 所以要在電腦版才能夠做設定 在手機沒有辦法做設定 Line 幾點卡呢 他在手機版可以做設定 電腦版不能做設定 你說怎麼那麼麻煩 有些要在手機 有些要在電腦 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要在手機 譬如說 幾點卡 集完之後呢 你必須要拿去給店家 店家的店長要點一下 取消你的幾點卡 就是 我點了之後呢 代表 我使用掉了這張卡 那你這個在電腦怎麼用 我沒辦法用嘛 一定要用手機 所以有些東西呢 就是在手機 有些東西呢必須在電腦做設定 那製作海報呢 我本人覺得這個功能沒有什麼用啦 但是呢 有個好處啦 就是如果你美工真的很差 沒有完全沒有美工人員的話呢 這個製作海報呢 就會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到 後台呢 去下載他的那個 字式的海報 然後他會印上你的QR Code 當然如果你美工OK的話 你自己做 自己 把那個 那個QR Code 合成上去也可以啦 還有這個 開啟關閉公開設定 就是這個帳號要不要公開 這個是屬於電腦版裡面的開關 手機版就沒有 新增操作人員是手機 跟電腦 都可以去做的 新增操作人員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個LINE ATT 可以有多個管理員的意思 多個管理員 跟LINE不一樣 LINE ATT是類似粉絲團的概念 他可以有多個管理員 那管理員是什麼 就是LINE的帳號 LINE ATT有多個LINE帳號可以來當成管理員 OK 要有這個意思 更改付款人員 在手機裡面 可以去修改付款的人員 剛剛有講過嘛 你可以購買推廣方案 就是每個月群發 或者是 ID 自己自訂ID 這個付款人員可以在手機裡面修改 數據資料庫呢 電腦或者是手機都可以看 數據資料庫就是什麼 就是去看你今天PO出去的文章多少人看 那個就是數據資料庫 我們要講快一點 再來 LINE ATT電腦版的管理後台 就是這個網址 你只要Key這個網址 就可以登入這個 電腦版的LINE ATT 然後你要輸入你自己的本身的LINE的E-mail 當作帳號 本身的LINE 當作 因為你是第一個管理員嘛 因為你申請LINE ATT 你自己的LINE就是你的第一個管理員 那你自己的LINE呢 本身一定要先綁定一個E-mail嘛 所以一開始我剛剛有講 那那個E-mail呢 就是這個LINE ATT 登錄的帳號 OK 所以呢 如果你賦予兩個管理員的話呢 那 第二個管理員他本身的LINE的E-mail呢 也是 登錄的帳號 那變成什麼 你的登錄帳號跟我的登錄帳號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因為有兩個人都是管理員嘛 對不對 那管理員可以很多個 沒有限制 然後呢 這個密碼就是你自己私人的LINE的密碼 就當成你登錄這個LINE的這個管理員的密碼 OK了解 然後 登錄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喔 帳號依然可以看到好多帳號 沒有啦 因為你 只申請一個LINE ATT 就會有一個帳號 那最多可以申請幾個 最多可以申請四個 四個的話呢 這邊就有四個帳號 一個LINE可以申請四個LINE ATT OK 然後呢 你可以去選擇你登錄哪一個LINE ATT的帳號 假設你已經申請四個的話 你必須選擇其中一個 來做管理 新增管理員功能 剛剛有講 你可以在成員的地方 這個手機板 你可以在成員的地方呢 去新增 其他的LINE 帳號變成管理員 下一個 新增操作人員 這個就剛剛講的 這個步驟比較詳細 就是 成員管理 然後這邊 新增可登錄的用戶 然後呢 新增可登錄的用戶之後呢 你就要把這個 邀請訊息呢 傳送給那一個 LINE的帳號 那個LINE帳號呢 他的聊天室就出現 一串 網址他點擊之後 然後按接收 他就變成管理員了 OK 簡單 變更付款人員 差不多意思 也是在管理成員裡面的付款人員 然後你可以選擇 某一個人 讓他也可以去付款 那以後呢 購買推廣方案 每個月扣款的人就是他啦 每個月扣款 每個月的月初 他會自動幫你扣款 所以呢 你必須在 這個付款人員他必須去指定一張信用卡 每個月會從那張信用卡 自動扣款 會綁定那張信用卡 好啦 經營帳號三階段 新法大公開 第一個階段 吸引目光 好友數增加 如果你沒有好友的話 你要全發給誰啊 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好友數一定要增加 所有的好友就是粉絲啦 就是粉絲啦 下一頁 行動官網 免費要迅速打造一個 專主官方網站 他是一個 手機版的網站 然後呢 如果你有認證帳號的話 有個好處 你如果有認證帳號的話 你會有個專屬的網址 他會給你一個網址 一旦有那個網址之後呢 你的電腦版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搜尋引擎 也有可能可以搜尋得到 但是呢 如果你未認證帳號的話 如果你是一般帳號 像我的流奶爸就是一般帳號 你 你只能夠在你的LINE 被人家看到你的 這個官方網站 但是在電腦上看不到 因為你沒有網址 你不知道你的網址是什麼 他不給你 你就認證過的帳號之後 他才會有個網址 你一般帳號 未認證帳號 是不會有網址的 那不會有網址一般人怎麼看得到 就是在你的首頁 別人看你的首頁的時候 點擊 會看得到 你的詳細資料 但是呢 在電腦上沒有網址 所以看不到 好 下一頁 行動官網的電腦版呢 在這邊建立行動官網 等於說這個行動官網 你可以在手機版裡面去新增內容 也可以在 電腦 網頁版裡面呢 去新增內容 這邊 上傳圖片啊 然後寫一些內容啊 然後 就在這裡 你的首頁 的這一個區塊 人家可以點擊 去看到你的這個行動官網的內容 我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帳號是未認證的 那人家只能夠點擊這邊去看到你的 官方網的內容 但是呢 在電腦上 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看見的 因為沒有網址 只能夠用手機點擊這邊 動態消息 什麼叫動態消息呢 你的LINE也有動態消息 你的LINE AT也可以發動態消息 那如果你的LINE去發投稿 或者是你的LINE AT去發投稿的話呢 你的好友 就可以看見你的動態消息 OK 那今年2016年的7月1號開始呢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付費的免費版 很可憐 你的動態消息只能發10折 所以呢 這個動態消息有點類似什麼 他有點類似 臉書的 臉書的動態消息的意思是一樣的 在臉書PO文的那個動態消息是一樣的 所以他是被動性的被看見 當然如果你的好友數很多的話 應該說 你的好友如果他本身的好友很多 那你的動態消息PO出去 他會看到機率相對就變少 因為他的好友多嘛 所以每個好友都會去PO訊息的話 他就會去 洗版嘛 這比較新的訊息會 堆疊掉比較舊的訊息嘛 所以要看你 對方好友的 他本身好友多不多 那決定你的 曝光機率 那當然如果你的 訊息投稿內容非常好 值得去分享的話 跟臉書一樣 訊息值得被分享 而且別人也幫你分享 這邊 別人也幫你分享你的動態消息的話 那你的曝光度就會變多 那 因為你曝光度變高了 那對你有興趣的人呢 又把你加為好友 那你的粉絲 就變多了 就是這個原理 好 當然當中還有一些美感 就是我這邊沒有辦法說得太清楚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步驟 不然的話為什麼你分享出去 別人幫你分享出去的時候 別人要怎麼主動變成你的好友 這是有技巧 好 再來動態消息的部分 這邊電腦版有告訴你 怎麼用電腦版去新增動態消息 剛剛是手機版的投稿 這是電腦版的投稿方式 就是按一個按鈕 然後去輸入內容 然後就變動態消息了 動態消息就會在你的首頁的下方出現了 OK 第二階段抓住機會留下好印象 OK好 上面的第一階段我們講的就是 好友一旦新增了之後 就是粉絲多出粉絲之後呢 你要用 什麼方法 讓那些粉絲繼續留下來 而不把你 刪除封鎖呢 這是我們這個階段要講的 歡迎訊息很重要 一旦 他成為你的好友粉絲之後呢 你要 趕快 彈回去一個訊息給對方 彈回去給他 那你彈回去這個訊息呢要告訴他 歡迎你的加入啊 那我們要給你的贈品是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他這邊舉例是這樣 假設你要詢問店家地址請按A1 假設你要詢問菜色請按A2 假設你要詢問店家歷史 請按A3 假設你要詢問 營業時間請按A4 因為他設定了什麼 他設定了關鍵字 自動恢復功能 所以呢 他請這個訪客去輸入A1的時候呢 A1就是他設定的關鍵字 管理員自己設定的關鍵字 那他就會去回應他A1的 答案 這個答案也是管理員 郁先生設定好的 所以他啟用的是這個 關鍵字自動恢復功能 你可以這樣使用 當作 客戶服務的管道 的一個平台 那我個人其實我都是開一對一聊天 就是我不讓他自動回應對方 我都是親自回應對方 當然要看你的 產品的屬性 或者是你 營業的屬性 比如說餐廳你可能就 不會一對一的回復 或者是 你可以去設定時間 下班時間呢 我就利用自動回復 上班時間呢 我就一對一 手動回復 這是可以設定的 然後呢 歡迎訊息的電腦版 也可以在電腦裡面設定 巴拉巴拉巴拉 這個 在電腦畫面裡面做設定 這個 我剛講到的 一對一聊天模式 或者是自動回應模式 你可以去做切換 像這樣 一對一聊天模式 你可以跟對方互相聊天 那假設你的管理員有兩個或三個 那 有哪一個管理員去回復給對方 每一個管理員都會知道 因為在回復的當下呢 這邊會秀出來 是 某一個管理員的名字 所以 訪客不曉得 訪客只知道你回復了他 可是呢 你們管理員彼此之間 會看得到是由哪一個管理員去回復的 因為每一個管理員都有一個私Line 你會知道到底是哪一個Line 哪一個私Line 哪一個朋友去回復的 好 自動回應就像這樣啦 那回應模式這邊就可以去選擇 這個在手機板裡面就可以去選擇這個開關 一對一聊天模式要不要打開 但是呢 一對一聊天模式跟自動回應模式 只能夠二選一 沒有辦法同時打開 你沒有辦法說我要跟他聊天 又要讓他自動回應 這個邏輯上就有衝突嘛 是不行的 好 下一頁 一對一聊天的手機板 這邊 回應模式這邊 一對一聊天打開之後呢 你還可以去設定時間 剛剛講到的你可以去設定時間 然後一對一的開放時段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那就像這樣跟對方聊天 下一頁 還有這邊 你打開聊天設定時間 這邊 時間設定幾點到幾點 這是可以做設定的 像這個 點選時間做編輯 圖中表示 星期一早上9點到下午5點 開啟一對一聊天 就像這樣 早上9點到下午5點 開啟 表示星期一早上 星期一 你可以去設定每一天 可以設定每一天 點選加一對一聊天 可對應的時間 可新增時段 圖中表示 星期一兩個時段 開啟一對一聊天 他是把它切開的 你看 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 然後早上9點到中午12點 是可以一對一聊天的 但是呢 中午12點到1點是休息時間 所以他不開放 他開放了下午1點到 下午4點59分 那表示什麼 表示5點他們要下班了 所以他 他這個案例裡面 開啟的一對一聊天時間 就是在9點到12點 然後1點到4點59分 就是他們的上班時間 他才開始一對一 看你自己的作息去做調整 好這邊 電腦版的設定 電腦版也可以選一對一聊天 然後呢 開始 傳訊聊天 這邊即可收到顧客的訊息 開始聊天 點選右上角帳號名字可切換帳號 假設你有多個帳號 你在右上角可以去做切換 假設你有多個LINE AD的帳號的話 你用電腦版去做切換是比較方便的 你就可以 假設你有兩家店好了 一家店有一個LINE AD 你自己就管兩家的話 你用電腦版這樣做切換會比較快 比較快 好 這邊 密集大公開 1 提供預定類的服務 作為限量商品等等 2 提供諮詢客服 一對一聊天 3 舉辦活動的時候互動的工具 譬如說問答啦 回存照片等等 不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樣 不讀 不回 沒空使用 你又要開這個一對一功能 那當然就不好啦 這樣訪客對你的印象就不好啦 2 主動騷擾用戶 沒事就亂發群發訊息 一直叫人家來買東西 他很討厭 3 回覆內容不具人情味 我們很討厭官方式的回答 本公司 規定什麼什麼什麼 那種 回答不如不要回答 所以這個就是NG 不好的回應方式 Lite的自動回應功能手機版 在回應模式 你可以關閉一對一聊天功能 然後開啟自動回應訊息 然後 你可以點選加 撰寫新訊息 編輯回應內容 完成之後 點傳送 再點選完成就可以了 詳細步驟 你可以去市面上買出來 看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 網路行銷藍藍包的 終身會員 我們就可以幫你解答 那當然我們交的不只是Lite Lite 只是其中一個 一個工具而已 我們網路行銷交的就是要 全面性的工具 還有終身會員最棒的內容就是 將來萬一Lite不見了 Lite不見了 那怎麼辦 我們有一個取代性的工具 跑出來的話 我們就會交那個 取代性的工具 OK Lite 電腦版 自動回應設定 我在這邊設定 點選訊息自動回應 再點選右上角的建立新頁印 這個就是去 設定這個自動回應的功能 然後就可以去選擇 你看 訪客如果隨便打一個字 隨便打一個字 那你就必須要回應他 嗨你好 巴拉巴拉拉巴 請按A1 請按A2 請按A3 請按A4 你想得到什麼訊息 就比如說A1要查電影的 嚐勢 好 對方 dan moved A1 是你設定好的關鍵字 那你就要設定好的 你的答案 就是你就要回答别人电影场次的时间跟网络订票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管理员要在后台事先设定的 手机的回应模式也可以设定关键字自动回应 手机版的设定方式就像这个图显示的 加薪关键字 营业时间当成关键字 对方如果输入营业时间的话 就会回应这个你事先设定好的讯息 您好,Lite Cafe 的营业时间为几点到几点 下一页 关键字回应电脑版在这边设定 这边有关键字的回应设定 然后这边跟刚刚的手机版类似 下一页 关键字回应的密集大公开 1. 用欢迎讯息跟自动回应来说明关键字的目录 2. 增加追加关键字 3. 大量设置不同关键字的回应提升互动 追加关键字就是说 可以透过关键字来找寻资讯 既然你有设定了 那你就要在自动回应的地方就要告诉客户 我们有关键字 然后你可以按哪些关键字 来搜寻你要的答案 不好的方式2 用成长的关键字难以阅读 关键字太长了 像刚刚的举例就不错啊 按A1我告诉你电影票的时间 按A2我告诉你座位什么什么 按A3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开店时间 所以你的关键字只要设A1A2A3就好了 你不要设一大堆关键字让访客去输入 哇那么累 好输入之后呢 你直接给了一个连结导去外部的网站 这个不太好 他是希望呢 你输入对方输入之后 访客输入之后 你直接给答案会比较好 他不希望你直接导去外部网站 因为这样访客觉得 哇又要连到外面去好烦 第三阶段用心经营专属好康 在群发讯息的部分 LINE AT的最主要功能是什么 群发嘛 因为LINE做不到群发 假设你的LINE的好友5000人 你没有办法一次就发给5000人 不行啊 而且LINE的最多好友只能够5000人 可是LINE AT他没有好友的数量限制 虽然说他等一下会有跟你讲 多少人以内要花多少钱 那这边有个广播 广播就是说 假设他这边的522个好友 广播一群发出去的意思 他后来已经改叫做群发了 这广播是他以前的版本 后来已经改叫群发两个字了 比较能够从字面上都了解他意思 然后你就可以撰写新讯息 编辑新讯息点击之后 再写新讯息写好之后按传送 然后按完成 然后最多一次只能传送三折 像这样算一折 那你再加一个图片算两折 一次最多只能传三折 那电脑版也可以做群发 就按这个按钮 那这是旧版的 新版的反正最上面那个就是群发 已经没有 已经不是绿色了 是一样灰色 但是你看字面就会知道了 这个就是撰写群发讯息的方式 在电脑上也可以群发 在手机上也可以群发 我习惯在电脑上 因为我电脑打字比手机打字还快 所以看个人习惯 在群发里面有一个秘籍 秘籍1提供LINE的好友专属优惠 新品的资讯 秘籍2限时特殊折扣加长期的常态型折扣 秘籍3善用图片加文字或者是宣传页面 但是老实讲你如果每天都在发这个什么 优惠讯息每天发每天发 访客会不会麻痹 会啊 所以他这个秘籍还不如我的秘籍 我的秘籍其实是比较属于感性式的行销 然后发送一些客户觉得对他的生命有进步 对他人生有意义 对他来说有价值 得到我的资讯会让他有进步 这个才是秘籍 他这个秘籍是太八股了 太官方了 那不过也还好啦 NG1不好的地方 活动非专属甚至导到其他平台 例如进入什么网站后留言及格参加活动 这个是LINE官方很不喜欢的 因为为什么 你既然使用了LINE的平台 然后你又把它导到别的网站去 LINE官方本身就不太喜欢你这样子做 然后呢 你这样做的坏处也是让访客多了一层 一层上网delay的一个困扰 所以LINE他觉得这个是NG的 不好的 然后NG2只是使用长期的常态型折扣 长期的常态型折扣 他这边是要 我不太了解他意思了 长期的常态型折扣 他可能是希望你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吧 然后只发送文字跟图片 只发送文字或图片是不好的 他希望你文字加图片 文字加上图片比较好 建立优惠圈活动 仅有电脑版才可以操作 所以在电脑版里面有一个建立优惠圈的活动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从这个图片肯定是看不懂的啦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结果就长这样 就是一般人的LINE手机会看到你的 你发送的优惠折扣就会长这样 然后他只要点击就可以得到优惠圈 或者是点击就可以参加抽奖 有没有抽选页面 抽选Point去点下去就可以马上知道 他有没有得到奖品 宣传页面也是电脑版才可以使用 宣传页面就是你群发出去的时候 对方看到的长相是长这样子 点击之后是长这样子 这讯息可以比较多 那那个一般访客他也可以按分享的按钮 让你这个讯息让更多人看到 好 优惠圈密集大公开 密集一 杀手机的吸精标题 这个已经讲烂了啦 反正你要群发出去的讯息 本来就是要吸精的标题 标题不吸精人家直接略过 第二个密集就算不实际的抽奖 也可以善用抽奖功能来添加乐趣 添加乐趣 比如说人人都有奖 你可不可以办抽奖活动 可以 因为他后台可以这样子做百分之百中奖的设定 那你就可以三不五十就办一个抽奖 反正每个人都会中奖 那访客也不知道啊 他以为你是真的抽奖啊 所以他真的中奖的时候他还蛮开心的 所以你有事没事可以办一下这个百分之百中奖活动 密集三 搭配精美的图片和详细的活动说明 这个一定要的啦 图片不精美人家不想点 活动不详细人家不晓得怎么参加 NG1 简陋的文字说明无趣的标题 这当然是NG啦 人家根本不想点 NG2 活动规则不明确 兑换流程复杂 我们最常复杂的东西了 对不对 NG3 关闭分享功能 你不分享 你优惠券 你又不开启分享 那很浪费 为什么 假设你今天是要送 来电消费打八折的这个优惠券 那他一般人这种 这种优惠券通常都想要按分享给他朋友 那这个对你有好处啊 因为他帮你分享啊 你的知名度就变大了 所以你要记得开启分享功能 好 来图文讯息 只有电脑板可以做设定 而且你必须要付 每个月至少七八九十八块的推广方案 有没有 本功能目前仅开放给推广方案使用 如果你没有付任何费用 你是不能有这个功能的 这什么功能 就是你可以做一张大大的图片 然后你看 对方的line收到的讯息就是这样 一张大大的图片 假设你是在卖衣服 有没有看过 Latif 或者是其他卖衣服的 大大的图片 然后里面有分六个格子 或者是分三个格子 不一定 后台可以做各种设定 或者是你不分格 就这样大大一张 那每一个格子 或者是单一张 点击之后 可以连接到你自己设定的网页去 外部网页也OK 可以连接到外部网页去 好调查功能 你可以去设定调查功能 而且人家为什么想要填你的调查表 因为你最后要送赠品 所以如果你完成了这个 你可以设一个优惠券 然后再设这个调查功能 然后你要先告诉访客 告诉好友 告诉粉丝说 请帮我填写你这个问卷调查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优惠券 那这样子人家才会比较想填写 OK 好下一页 几点卡 手机版才可以做 这刚刚有讲过 电脑版没办法做 几点卡 可以在手机里面做这个 建立几点卡 然后让访客 让这个好友可以去几点 用手机去几点 将来可以直接拿手机 到店家里面去兑换 比如说 几满10点就送你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事先在后台做好设定 好 数据资料库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去看你这个帐号 多少人追踪你 你有下好友数多少人 追踪数跟好友数不一样 追踪数就代表 假设有1000个人追踪你 就代表1000个人家你有好友 但是有效好友只有900人 那代表什么 代表有100个人封锁你 所以追踪数就代表 所有加你好友的人 但是有效好友人数就代表 所有的追踪数减掉 封锁的数量才是真正的有效好友人数 好 那主页可以看你的动态消息 因为你动态消息都会登陆在你的主页 你就可以按主页去看一下 有多少人看到你的主页内容 那就知道你的主页到底写得好不好了 有没有人想看 好 电脑板也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内容 ok 好了 心法大公开经营账号三阶段 终极心法是什么 把每个顾客当做LINE好友般的用心经营 ok 成功案例 魔法咖哩 LINE都一直帮他做广告 魔法咖哩 因为他们经营的蛮成功的 他们目前有在这张简报里面 现在一定不止了啦 这张简报里面是2万多人 2万多个好友 然后有行销层下2万多个好友 然后有10%-20% 受优惠券吸引而来的顾客 60%-70%是宣传页面的开封率 这个几率蛮高的 开启率蛮高的 下一页 好友专属的优惠 回客数量大增 电源专业培训 预告期待心理 这个都是在LINE ATT 经营的一些新法 微秀影城他们也用LINE ATT 去成功的创造了蛮多 1.5-3倍的讯息转换率 所以好好的经营 任何网络行销工具 只要你好好的经营都会有好的效果 如果你不经营的话 再好的工具都没有用 微秀影城 清楚说明加入的诱因 吸引顾客立即加入 他这边主要就是示范说 为什么人家加他为好友 为什么人家成为他的粉丝 他在这边写五个理由 第一 最新电影的首映票来抢 抢票平台 第二 好朋友独家期间抢先购票 反正你就要先写一些诱因 人家为什么要成为你的好友 你要写诱因嘛 那人家才会想要加 不然有的人他只放一个QR Code 然后什么诱因都没有写 就叫人家去加他好友 无聊啊 我看到这个QR Code你会去扫吗 我是不会去扫啊 如果你没有讲一些诱因的话 我干嘛扫你的QR Code 我干嘛交为你的好友对不对 好这边也有好友快速通关 独享尊荣乐趣 他会叫你 你要加好友啊 你就可以马上走这个走道啊 好 所以如果你有实体电的话 你可以好好的去操作应用 去玩这个LINE的功能 常见问题手机版 你可以在这个手机版里面的最下面 有一个常见问题 这个常见问题 那这个常见问题 你可以按查询去找关键字 去问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看 这边有好多人家问过的问题 对 刚刚忘记 差点忘了讲这个最重要的 费率的问题 来 2016年7月1号开始 是优惠期间 购买入门版就可以享有 进阶版及装业版的功能 什么意思 就是在7月1号开始 如果你买798块 你就可以享受 1888块 或者是5888块的 这些功能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2016年的7月1号之后的费率 跟以前差很多 那免费方案呢 每个月都不需要付费 有效好友人数没有上限 那群发的讯息最多只能发给1000个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现象 假设你的好友数超过1000人 因为他写无上限嘛 假设你的好友人数超过1000人 你没有付费 事实上你是没有办法群发的 因为我当初在想 我好友数如果1100人的话 那我发1000折 那到底是哪100个人不会收到啊 真实的实际测试之下 原来超过1000人之后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群发了 OK 然后呢 动态消息最多只能发10折 动态消息就是投稿到主页啦 你只能够发10折 然后图文讯息本来就不行了 然后管理成员呢 最多20个人 这边有讲 然后呢 所以呢 你一定要去买这个每个月798块的入门版 否则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群发那么多人了 但是呢 去年的方案是 并没有有效好友数 他只限制你的发送折数 一折两折最多5万折 超过5万折之后呢 就是每折0.2块 可是从2016年的7月1号之后取消了 变成怎么样 变成限制你的好友人数 只能够到2万 2万以下 然后呢 你可以无限制的发送 也就是说 你的好友人数有效好友哦 只要是在2万人以下的话 你要发几折随便你 每天要发2、3折也没关系 动态呢 动态消息也是没有上线 图文讯息呢 也可以发送 那管理员呢 最多可以到100人 其实非常够用的啦 好 再来看 进阶版每个月要付1888块 为什么比较贵呢 因为你的好友人数 可以到达5万人 每个月的月初就扣款了 最多的好友人数上限到8万人 意思是说 假设你的好友人数超过8万 那怎么办 没辙耶 超过8万你就不能群发了 那超过8万 真的超过8万怎么办 你要跟LINE的官方去谈 我要升级成绿色盾牌的官方账号 价格呢 跟他们私下协商 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子 好 再来看LINE的ID 刚刚这个叫做推广方案 就是群发的方案 那LINE的ID呢 一般账号呢 随机ID本来就不用钱 你要买专属ID 就自己命名的ID 就是第一年798 第二年398 OK 然后 这是每年要付的 所以第二年开始就每年3898 OK 好了 那今天呢 就介绍到这边 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7月1号开始 2016年7月1号开始 这个方案 那你可能会问说 奇怪 那有些账号有30几万 40几万 他们的这个好友数 为什么他们7月份 还能够全发呢 哦 因为8月1号之后 才会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之后 他们只要超过8万个 有效好友的账号 全部都不能够全发了 OK 所以呢 他们已经在充分掌握 7月份 大量的全发 然后呢 把这好友数呢 导演到其他的LINE的账号去 好 这是目前的状况 我是牛奶爸 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